据法新社5月11日报道 土耳其总统大选四名候选人之一 穆哈雷姆·英杰11日宣布退选 之一决定增加了凯默尔·克勒奇达尔奥卢胜选的机会 后者是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主要的反对派竞争对手 报道称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 祖国党领导人英杰获得的异项选票在2%至4%之间 据报道 英杰此前成了一场网络诋毁活动的目标 一些伪造的照片显示 他有几位女伴陪同或者驾驶豪车 近日祖国党有多名成员辞职 因为他们担心英杰的参选会阻碍反对派联盟领导人 克勒奇达尔·奥卢战胜埃尔多安 英杰为自己的决定解释说 如果反对派联盟输掉大选 任何错误都与他无关 他说我不希望他没有借口 报道提到英杰在2018年 曾代表共和人民党参加总统大选 但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2021年他成立了自己的世俗派民族主义政党 报道称 克勒奇达尔·奥卢的选情 目前好于埃尔多安 后者20年来第一次面对反对派联合赛一起的局面 著名民调机构康达 于11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大选第一轮克勒奇达尔·奥卢 会得到49.3%的异项投票 埃尔多安得票率为43.7% 英杰得票率为2.2% 土耳其大都会民调公司于9日和10日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英杰的支持者中有近半数会转投克勒奇达尔·奥卢 支持埃尔多安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